近期有不少航空公司都推出日本便宜機票 今次就帶大家飛到福江 介紹三間人氣餐廳 有齊拉麵和串燒 絕對是大滿足 拉麵食得多 用紅級形式做的拉麵 你有吃過嗎? 這間大松食堂輪近天神藍站 主打以獨特紅級式製法製作湯底 將平時用來裝咖啡的紅級糊 變成裝拉麵糕湯 用上風乾的牛、雞、堅魚等七折 即是乾肉碎和昆布熬製而成 混用蒸氣將湯底吸上裝著七折的上壺 保證100%都是精華 基本七折拉麵有紫菜、蔥、叉燒和糖心蛋 用上右面質地煙韌 叉燒即叫即煎充滿焦香 湯底雖然看上去很清 但味道超濃郁 每一滴都是精華 還有煎麵給大家選擇 使用粗麵帶有蒜油香 來到福江又怎可以不吃豬骨拉麵呢 帶大家來到另一間超人氣拉麵店 位於九樓米市 已經有70年歷史 連東京都芝士都來吃過 質素有一定保證 它的賣點就是將舊湯底加入新湯底 好像港式滷水一樣 越煲越入味 分為舊式拉麵和新式拉麵兩款 舊式加入豬油渣 非常邪惡 食得辣的你都可以點這款 湯底呈米白色 香辣之餘又帶豬骨香 採用低加水直麵 令到麵條更加吸湯 必食它的餃子 皮薄鹹多 還超級素脆 這間串燒店在疫情時開幕 超級受本地人歡迎 除了一般的串燒之外 這裡最出名的就是它的原始燒 必食超巨型燒蝦 足足有整隻手臂那麼長 還超級多肉 另外它們的豚肉燒也非常出色 包有不同材料 例如粟米筍、露筍、蒜頭、韭菜等等 必食豚肉年糕串 外脆內煙韌 絕對是一試上癮 去旅行就當然不少得買手信的環節 最近薄多新開了這條手信街 10月6日才開幕 集齊多間九州初登場手信品牌 這裡有日本全國首間 I'm Lily 必買butternut cake 和butter sandwich 每日數量限定 最好中午前就去買了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到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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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字廢 到晚安